我刚进学院就想踢药棒的摊子 我告诉你 你还太嫩 我学了这么多年练药 还不如学斗技的练得好 你没事吧 没事 来来来 小心 今天太暖了 就先到这儿吧 辛苦了 来 回来了 练这么多药啊 亮明了 你脸色怎么跟死人一样 吃一个 我就不吃了 我一会儿打会做就好 怎么样 今天挣得多吗 一股九万多 我们用这些鞋 把地板换了 还有墙上的木料 对了 还有熊儿药的回廊 如果不够的话 把这些卖了 如果还不够的话 我就再列 我不要回廊了 你这样太玩命了 他拿妒忌联活 谁扛得出这么烧啊 小妍 你今天是没去市场 老生人起人 人爱人地抢购我们的药 对面有个药帮的药铺 你猜怎么着 一颗药都没有卖出去 帮主 有客人来了 有客人 别担心呢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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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们早啊 在下要帮韩贤 前来拜会 哪位是萧帮主啊 我就是 这件事说起来怪我 不知道你们也在做丹药生意 要早知道的话 药材啊 摊位 我都给你们处理好 还需要你们这么折腾 现在认识了 以后就是一家人 有什么困难找药帮 那就多谢韩帮主 我有几句不中听的话 想跟你们聊聊 您请说 药帮传到我这儿 八十多人帮助 一直在嘉南学院 为师生们提供各种丹药 我们药帮 都是丹王骨和长老的亲传弟子 大家也都信服 可我今天才知道 还有几个师弟 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价格居然比我低一半了 你们是诚心来踢药帮的场子 还是对我们药帮有意见 这个是我们不对 我们刚刚开始卖药 对自己练出的药还没有信心 所以才准卖那么低的价 以后就不会了 还请韩帮主见谅 还有 你的药哪儿来的 你自己练的吗 你是练药系的人吗 古和长老的亲传弟子里边有你的名字吗 一群刚入校的新生出来卖药了 又不是药帮的人吗 这药真吃出毛病来了 是怪你们呢 还是怪我呢 当然是怪我了 盐帮的药 吃出肉的问题 都是我消炎的直接责任 盐帮嘛 一个名字而已 干脆你们盐帮直接挂在我们药帮的名下 摊子上挂着药帮的旗子不就可以了 以后你们卖出去的药 四成归我 这样大家京城团结 一起发达 分四成 抢啊 一个药帮的旗子就值这么多钱吗 我们盐帮虽小 但是还没有想过病到别的帮里 天底下的路 你走的 我也走的 潘帮主好 在此多谢你的美意了 如果病进来 让你做药帮的二把手 这总可以了吧 干脆你来啊 来做盐帮的二把手呗 对 是 对 是 对 是 小颜 别给脸不要脸 刚进学院就想踢药帮的摊子 我告诉你 你还太嫩 别以为你们几个新生能搞出什么名堂 在水房打个架算什么呀 在水房打个架算什么呀 那都是不成器的老手 那都是不成器的老手 真正的嘉南学院是什么样子的 你还没见识过呢 这是药帮下的战术 为了维护药帮的声誉 咱们擂台上接 不敢接 以后就永远不要踏入市场一步 我们走 好 韩仙什么级别 嗨 他就一三星大斗师 三 三星大斗师 又有麻烦了 好 看什么 各位同学们 第一周肥波秀马上就要开始了 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 校园金话筒肥波波先生上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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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没有了 师兄弟姐妹们 我就是你们的 波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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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周回播秀由嘉南学院药帮独家冠兵播出 药帮聚气散聚气斗气颜值不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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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请你来热情的掌声 那今天又有什么好消息带给大家呢 来有请 好 尊敬的长老 做传统 土法提炼 粗质烂造 在市场上以刺充好 很多同学和老师把辛辛苦苦攒下的能量福 都买了这山寨丹药上当授骗 药帮的帮主寒贤本着友好的态度与其交谈 盐帮态度恶劣不思悔改 对土法炼要以意孤行 是啊 在这样的形式下 为了给学院师生打造一片修炼的净土 我们只能亮出正义之箭 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要帮全体成员掌声鼓励一下 大 盐帮的答复 这儿 这么大 盐帮的答复是 要帮欠奏 盐帮全体成员接受要帮约战